七月十一日,星期六 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的 攻读圣马逗福音 那时候,耶稣向他的门途说 没有徒弟圣过师父的 也没有仆人胜过他主人的 徒弟能如他的师父一样 仆人能如他的主人一样,也就够了 若人们称家主为贝尔执布 对他的家人更该怎样呢? 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他们 因为没有遮掩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 也没有隐瞒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 我在暗中给你们所说的 你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告出来 你们由耳语所听到的 要在屋顶上将羊出来 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 更要害怕哪能使灵魂和肉身陷于地獄中的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 但若若有你们天父的许可 它们中连一只也不吊在地上 就算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了 所以,你们不要怕 你们被许多麻雀还贵重呢 凡在人前承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认他 但谁若在人前否认我 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认他 上主的话 各位专业的兄弟姐妹 各位年轻人,你们好 我是家乐萨人爱女修会的冯婉青修女 好高兴又再次和大家在这里分享圣言 想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东西是值得你恐惧的呢? 你恐惧些什么? 当你恐惧的时候 你会做些什么呢? 其实最大的恐惧 会不会就是恐惧的本身呢? 曾经在网上看到以下这个小故事 有一个小镇很久都不下雨了 所以当地的农作物都损失很惨重 于是当地的神父就将信徒召集起来 准备开一个祈求降雨的祈祷会 当时圣堂里来了几百人参加这个祈祷会 但是在这个时候 神父在港台上看到一个小女孩所带来的物品 于是神父就指着她说 这位小女孩令到我非常之感动 于是大家就顺着她的手指的方向望了过去 神父接着说 我们今天是来祷告祈求上主降雨 但是在整个的会众当中 只有这个小女孩是带着一把傘 大家仔细看看 果然在她的座位旁边 挂了一把红色的小雨傘 在这个时候 大家寻静了一下 紧接而来的 是一阵掌声和泪水交织的美景 紧接着神父就走到这个小女孩的身边问她 为什么你会带一把傘来的 这个小女孩就和神父说 因为我知道 等一阵我们祈祷会结束之后 就会下雨 所以我怕回家的时候会淋湿 就是这个时候 他们看到外面真的下雨 由此可见 这个小女孩对天主的信心是多么大 她信得是多么单纯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就好像那群会众一样 虽然是前来参加祈祷会 但是就没有传言交托和信靠我们全能的天主 也没有像那个戴着傘的小女孩一样 戴着信心去出门 相信祈祷会之后一定会下雨 更加没有准备 更加没有准备单纯的信心去等待领受天主的应许 耶稣在今天的福音 安慰祂的门徒 祂叫祂的门徒不要害怕 你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告出来 你们由以雨所听到的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 你们不要害怕那个杀害肉身 而不能够杀害灵魂的 我们要宣扬福音 让这个福音去改变世界 不要怕强权 因为虽然强权能够置人于死地 但不能够杀害我们的灵魂 天府视我们如珠如宝 连我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 所以我们根本没什么可以怕 耶稣又说 没有徒弟是胜过师父 徒弟能够像祂的师父一样 那就足够了 做基督徒就是要做门徒 尽量按照耶稣的想法去处事待人 作为门徒 首先就是要爱耶稣 其次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信任祂 在生活的大小事上做门徒 有可能人们不会注意到 也可能会被人谴责 有可能会失去自己的一些利益 可能会不会那么方便、那么顺利 但主耶稣今天用以下的说话 去鼓励我们要走的路 首先做了一些人不明白的行为 或者选择 或者被人误会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用急着去维护自己 因为真相 有一天中会显露出来 其次我们在祈祷里得到感动 或者从别人的作为得到一些提示的时候 我们就要分享出去 耶稣是透过我们对其他人的说话 所以我们要怀住谦虚的心和人去分享 耶稣也提到 门徒在末日所要得到的赏报 既然我们在在世的生活已经相似他 他必要承认我们 将我们迎到永恒的国度 今天也是圣本督的占例 圣本督是西方忍修制度的始祖 他在公元529年 在意大利的卡西洛山建立了本督会的忍修院 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西方忍修团体的生活中心 圣本督是出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庭 他在接受启蒙教育之后来到罗马 由于厌护当时罗马社会浮华奢侈的生活 所以年仅14岁 他就毅然放弃所有的一切 退居到深山去到寅修的生活 在他的传记当中他说 敬越天树是他唯一的渴求 当我们面对世界的苦难 在社会的价值观上全意求同的时候 让我们都不要被他的黑暗吓到 他只是暂时扭曲了 真理是会经得起任何时代的考验 我们要做一个不治不扣的基督徒 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论我们的召叫是跟随忍修之祖聖本督 从腐败的世界转入旷野 也或在这个大都会之中见证天主的爱 我们都经验住和主一齐同在 所以我们要用信德和所作的善功 促起我们的腰 随从福音的指导走上主的道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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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